大家好,今天又来到青的幸运草工作室第十堂课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款很有意思的香包 这款香包是来自于两块不同的布 所组合成的一个爱心的形状 它的缝合法跟我们一般缝合香包的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特别拿出来跟各位分享它的制作方式 大家都知道端午节即将来临 那制作香包是很多家长 很多妈妈们想为自己的孩子所做的一个很特别的努力 所以今天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 相信大家会有兴趣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试试看 那这款香包呢 它是因为有两块不同的布料所组成 那香包里面有几样很重要的东西 就今天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一个呢是中国节 我们制作香包的时候都会使用到中国节 那今天请跟各位分享这个中国节呢 叫做做酱草蝴蝶节 它是使用了两个双连结 六个做酱草蝶所制作而成的 所编织而成的一个中国节 那搭配我们的香包来看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作品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因为透过不同的布料 它所呈现的效果都不尽相同 那另外一个就是流书 流书呢能够增加整个作品的流线效果 视觉上的流线效果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流书的话感觉上整个视觉效果是相当好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个是整个流线的视觉效果是很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棉 我们会使用到的材料 就一次这一次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然是要两块布 这布的大小呢是六公分 布的大小是六公分 那我需要两块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做酱草 中国节跟流书 还有我们需要缎带 需要缎带 好 针线 剪刀 然后我们小帮手 那另外这个呢 那我们要用到棉花 对棉花 那这个就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东西呢叫做香粉 香粉它一般市售 做香包使用的香粉有很多种 那有一种是属于 比较化学的就是香香豆 那另外有一种就是使用 中药房所调配出来 里面含有熊黄艾草的一些 那今天青所使用的这个香粉呢 它是属于炙香用的粉末 所以它闻起来有一点败败用的香 那很确定一件事情是 今天青所使用的这个香粉 是植物性的 而非化学的 所以呢 香粉这种是属于植物香味的话 它的香味会持久 所谓的持久就是说 你今天制作好之后呢 你的香味会存在 会弥漫着 那过一阵子之后呢 因为天然的东西 它的味道并不会一直都是持续着的 所以当你的香粉在使用之后 它的味道淡掉的时候呢 其实青东很建议朋友 藉由这种搓揉的方式 让那个香粉的味道会再持续出来 你只要搓揉你里面的那个香粉 它的味道就会再出来 所以呢 我从制作香包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都是使用这种 属于炙香用的香粉 那各位如果不容易取得的话 其实像市售的那个化学的香香豆啦 或者是去中药房调配 都是可行的 那今天就是青使用这个 就是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我使用的是炙香用的 所以呢 它的味道是香 我们拜拜用的香的那种味道 好 那今天几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当然就是棉花 然后就是我们的香粉 好 我们的香粉 然后呢 针线 剪刀 小帮手 两块布 断袋 断袋呢 是装饰用的 然后再来是中国节 做酱炒 中国节 流书 好 那我们今天第十堂课就开始了 请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仔细看一下 那第一件事情呢 今天我们要制作的这个东西 我们刚才有说过 2块6公分的布 2块6公分的布 好 那我现在取 取那个针线 正面跟正面相对 正面跟正面相对 好 那因为呢 正面跟正面相对的时候 我们要缝合 是缝合在里面 等一下会翻面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直线缝合 那缝合的那个位置 大概就是在 像青都很习惯取代 大概0.3公分 大概0.5公分 那各位呢 可以是各位喜好 因为我是取6公分 我用0.5的那个 变距来缝 大家可以看得到 0.5的变距 好 0.5的变距 我缝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这是 现在这个位置 我要缝L型 好 L型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流书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得到 流书的位置 L型的地方是流书的位置 所以呢 在缝合的过程中 流书就要进去了 好 流书在这里 对不对 我把它翻开 放在这个L型的这个位置 那 清了这个流书 因为我改良过了 以往都使用针 就是使用塑胶的仿真珠 那清今天不用仿真珠 我用另外一个方式 可以让各位比较好使用 所以这是我改良过的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把它放在那个V字形的位置 那在缝合的过程中呢 这个地方要请大家 多缝几针 因为你不可以让你的 这个流书在翻面之后呢 它跑掉了 它只要跑掉的话 你有可能小孩子 如果你制作的香包 是给小孩子佩戴的时候 小孩子会拉扯 一拉扯 这个就断掉 断掉的话呢 你要补很不方便 因为它在里面 那你要在做修补动作的时候 是真的不方便的话 建议各位在这个地方 多费一点心 多缝几针 它就固定住了 好 我们现在把它缝到L型的位置之后呢 打结剪线 好 清已经缝到L型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从这个位置缝到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要放流书 你看到流书的头 然后记得我们流书是要放在里面 因为翻出来的时候 它才会在外面 因为现在我们是正面相对 好 那我们缝的是L型的 各位可以看得到 从这里缝到这里 再缝到这里 所以是L型的方式 那缝完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打结剪线了 因为接下来 我们要再做下一个动作 好 打结 那我会做一个 做一个回真的动作 比较不会等一下再翻啊 或者拉扯的过程中 它掉了 好 我打结剪线 OK 剪线了 好 那我们今天完成的这个阶段 我们现在完成这个步骤呢 已经是打结剪线的哦 L型 缝弯L型的地方 那好 我们要翻面哦 翻面过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 翻面 好 那你可以这边拉一下 那其实那个V字形已经出来了 那你也可以用我们小帮手 搓搓 把它搓搓一下 让那个尖端更明显更完整 好 搓搓一下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塞棉花 棉花要进去了 那棉花进去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一个 一个V字形的 所以这个地方很容易会抓不到棉花 所以我建议塞棉花的时候 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塞 第一个部分呢 这是属于下面那个尖端的 好 下面尖端我先把它塞进去 那等一下在拉扯过程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尖端怎么拉 它就是会有肉 它是会有肉的这个地方 好 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我们要多一点 因为它是整体 整体的那个棉花了 所以棉花这样子 量呢 随各位 因为有人喜欢它薄薄的 巴巴 有人喜欢这样薄薄的 有人喜欢它软软的 所以随个人所需 那再来就是下香粉 那这个香粉呢 因为我们一个香包 除了平常端午节 在使用之外啊 我们有时候 你可以把它放在车上 或放在家里 它自然而然会散发 那个很天然的味道 所以呢 香粉的量真的不能少 因为你少的话呢 你当下不能到味道 可是当你不再 不再去特别注意它的时候 那个味道会淡掉 那与其你已经做了一个 这么漂亮的香包 那就不要客气 香粉就多下一点 因为你下多的话呢 那个味道可以持续一年两年 甚至三年都没有问题 好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亲刚才的下的香粉 大概是这样满满的一匙 那我现在就是把它 现在因为我们是V字形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是V字形的 所以我们的香 我们等一下棉花在卷的时候 要卷V字形 不能卷圆形 因为你V字形 你才能带起来 你后把它卷成一个长条状 那这样塞进去的时候V字形 就会出来 那我现在把它塞进去 把棉花塞到中间去 好 我塞进去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大家在制作香包的时候 这个区块也是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这样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呢 一样使用针线 那因为我们等一下 中国节要进 但是中国节要进的时候呢 你为了容易固定 你必须要先做一个 好 各位不知道没有看到 有看到吗 我这样子拉起来 这个地方就收口了 在这个收口的时候 你注意看 我是缝在绿色的位置上 因为我这边刚好是两个颜色 那我缝在绿色这边的位置上 收口 我可以缝两次 因为我等一下要塞那个 中国节进去 我等一下一放手 你看我现在放手 没有再拉紧 它没有跑 好 那我们下一个呢 中国节要进来了 中国节进来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中国节的线 我把它塞进来 它我放在刚才收口的旁边 好 大家可以稍微看得到 那我现在这个条线就要很注意 我刚才缝的位置是绿色的那一边 现在我要缝另外一块布 就是那个米黄色的这一边 我一样缝两针 因为我藉由这个缝两针的动作 把它固定住 那这个中国节就会留在这个位置 那等一下呢 我们在缝的过程中呢 尽量不要去吃到里面的节线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节就不会在使用过程中拉扯到 好 再来呢 用平针哦 这个地方一定要用平针 走针 要走过去哦 一定要走平针 拜托不能用回针 因为你回针的话 你等一下会拉不动 因为我们等一下做收口缝 好 你看我把它平针走到尖端 走到尖端呢 大家有看到 对不对 我走到尖端 有看到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把线抽出来 好 稍微注意一下哦 我现在开始收口了哦 我把这个爱心的尖端 这个尖端 不尖端 收到中间来 那收到中间来的时候呢 我刚才有说过 尽量缝的时候呢 穿透那个布料的地方 然后还要透过里面那个中国节的节线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稳固的去 让整个中国节不会在小朋友佩戴的时候拉断了 好 那我把它拉进来之后呢 我一样哦 我再多走一针 因为这种走法可以预防我在缝下面的时候 这一针散开了 好 你看我这个爱心的半边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缝另外一边哦 我一样把这个棉花塞进去 因为我棉花塞得很薄 那每个人使用塞棉花的习惯不一样 不勉强 你喜欢薄薄的 你就塞薄一点 那你喜欢松松的呢 就塞少一点 这个部分呢 随个人所喜欢再加它的量 好 那这样子呢 就把它这边也一样是以平针缝的方式 把它带完了 以平针缝的方式 带完这边的针 以平针缝 好 我一样是带到尖端 大家都有看到 我一样是带到尖端 看到了吗 尖端我一样是带到尖端 好 拉紧 然后一样收口 那收口的时候呢 我要把它收 一样哦 一样哦 我把它收进来了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好 收进来 收进来的时候呢 我一样是穿透这个中心的位置 好 多缝两针固定 我等一下放手就不会有事 你看粗形出来了 粗形出来了 好 那出来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用缝带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绿色跟黄色的话 我想使用的缝带是黄色的 好 那你注意看 我们的黄色缝带就这样子 把它打个蝴蝶解 那我需要两个蝴蝶解 所以请各位在制作的时候呢 你如果觉得说 我想把蝴蝶解先打好 再来制作 OK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一样哦 把它剪斜角 好 剪斜角 那完成一个蝴蝶解 对不对 完成了一个蝴蝶解 好 我要两个哦 那你有时候会说 我技术没有很好 我没有办法两个打 一样大 没关系 没有一样大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说 我两个想要不同颜色 可以吗 可以 依照个人喜欢 因为我觉得说 这种东西 是一种创作 所以大家不需要 一定要坚持 我要什么样的作品 才能够达到它的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 依照自己喜欢的去搭配 那可以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会让你的蝴蝶解 更立体 更完美 比例上也会比较 觉得自己比较喜欢 那我就尽量 以两边都一样长 尽量啦 因为我觉得 这种东西不用勉强 好 那我完成了两个蝴蝶解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完成两个蝴蝶解 好 那我们蝴蝶解 要缝上去咯 这么缝 来看着 我针刚还是留在这个位置 我针留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中心点的位置 我留在这里 好 那我留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先下一针 下一针 然后把蝴蝶解 推到我要用的那个定位去 推到我要用的定位 好 再下一针穿透到对象 大家可以看得到 穿透到对象了 好 穿透到对象 线拉出来 好 翻面 这边我一样要固定蝴蝶解 那我一样 蝴蝶解下去 然后推到底 底端的地方 一样 把它卡好它的位置 那这个呢 就穿透 然后我们要打结剪线 因为这样子就整体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要打结剪线 好 那我刚才缝过去了 那因为我们的蝴蝶解 实际上没有什么实力点 当然啦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会拉扯 好 我打结剪线了 我一样是收尾 然后把线剪掉了 好 各位可以看得到 好 打结 剪线 好 完成了 今天这个 这个蝴蝶解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好 这时候是今天我们的作品 它的蝴蝶解已经完成了 就是这样子 那不同的面向会有不同的效果 那这个双芯是一个很特殊的缝法 它跟一般我们在缝 香包的技巧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特别把它拿出来 跟各位分享 那透过这种 这种香包的缝法呢 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我们制作香包 其实没有很难 但香包有几个重点 就是说 基本上现在 比较古式的香包里面 都会用到中国结 会用到流书 会用到香粉 这个东西 就是属于 香包里面 很重要的几个元素 应该是说 它有三个 至少要三个元素 香粉 然后中国结 流书 这是三个 它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透过不同的缝合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制作不同的香包 那大家都知道 拼布的人最喜欢的就是说 透过不同的布花色 它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 那今天青就选了好几个颜色 然后它能够呈现的效果 也不尽相同 那其实喜欢 就依照个人 个人喜欢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很强制去要求 说你一定要喜欢什么样的作品 才能达到它的效果 那重点是 我们当妈妈的人 把这个作品完成的时候 在端午节让孩子佩戴 那种感觉 其实是蛮有成就感的 好 那我们今天 青的幸运草工作室 第十堂课 就分享到这里 那祝各位首座愉快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